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身心表揚2個禮拜的莎莎 大家不要忘記我們的頻道喔!謝謝你回來看我的影片 那今天的主題是 這樣子背不起來的時候我怎麼辦呢? 這個是大家學習語言的時候一定會碰到的問題 那不管我是在做台灣巡迴講座啊 或者是線上的日文課程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學生來問我這樣子的問題 那我自己在學習中文的時候當然也有碰到這樣子的問題過 但我自己可能就是什麼都學 然後忘記了就一直在去看一直在去看 每天讀8個小時然後持續8年 這個我有講過嘛 可是我在頻道中從來沒有講過 其實我是在半年的期間我就學好中文了 日常生活都完全沒有問題 半年學好中文之後我還有7年半的時間嗎? 那那個時間我都是在做一些深造自己的博文程度的事情 那可能看古文啊看賞詞啊看一些優美的中文啊 各種不同領域邏輯的中文這樣子 那因為大家學習語言的目的啊 然後追求的程度大家都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學習的方式適合的方式也一定不一樣 那今天呢我就特別邀請了會10種語言的邱山耀萍先生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邱山耀萍 我是一個日本人現在住在東京 現在我從事70星星公司的市場推廣部門的本職工作之外 還會在網絡上發一些日語教學相關的事情 對那因為你會10種語言 有沒有什麼一些建議可以給學習語言的觀眾 我想問一下你是如何學得10種語言的呢? 嗯其實呢我沒有留學也沒有在海外住過 那在日本所有的語言都是在日本自學的 為什麼我學會很多語言的呢? 我覺得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是我不學習不需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一般學習語言的時候呢 我覺得首先就買了餐稿啊當詞本什麼的 但是比如說一個當詞本裡面呢 比如說一千個當詞啊兩千個當詞啊什麼的 但是那兩千個幾千個當詞當中呢 我真的會未來會使用的當詞是有多少的 我覺得並不是所有的兩千都是在未來使用的 所以我覺得百分之二十啊三十啊什麼的 所以那剩下的我未來用不上的那個當詞 我覺得我尽力學習這種那個當詞的時間呢 是對我來說是非常浪費的 這個讓我很容易放棄語言學習的旅程 我自己製造自己專門的當詞文 我看了一眼所有的當詞或者那個句子和語法什麼的 然後我覺得啊這個是我未來使用的 那就把它記在自己的窗外的筆記本裡 我的當詞裡面的詞彙或者語法才記憶 這樣子我覺得可以省時間啊然後省盡力 這樣子我可以維持動力然後一起繼續下去的 這個是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呢 是稀奇的跟外國人聊天 讓對方理解我的意思 我想說的事情而存在的 所以我稀奇的跟外國人聊天 然後讓對方了解我想說的意思 實現心有靈虛的這個溝通 這個時候才獲得成功體驗 讓我維持動力然後一起繼續下去 尤其是最初的階段 最初的階段的時候呢 很多日本人啊都以為只有學習一件啊 或者兩件個單字才可以跟外國人聊天 不然打擾對方啊不然打擾對方啊 但是並不是這樣的 因為人對人的溝通不只是通過語言而清醒的 比如說那個手勢啊還有那個表情啊 這種其他的那個要事來不中才成立對方的 所以其實你的語言的那個詞彙量 或者語法的那個能力 不夠也沒有關係 也可以更對方成立溝通 對我來說是非常關鍵的一件事情 這兩個原因是我的學習語言的一個密切吧 啊了解那所以簡單來說你的學習方式就是擷取精華 只學習自己所需的東西 然後捨棄掉你可能不會用到的東西 再加上要提高自己的成就感 這個是你的關鍵這樣子 嗯啊了解了解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為什麼你一開始會想要學習中文呢 中文呢這個理由是非常奇怪的 因為中文呢最我來說是第七門語言 那其實就呢 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已經會六門語言的 那我會六門語言 但是我不會講 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語言 這個對我來說是非常奇怪 感覺很不舒服 那介紹的第七門語言 當然是中文吧 這樣子我學習中文 所以比較奇怪 哦了解了解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你在學習這麼多語言之中 有沒有碰壁過 其實我已經跟你說的那個兩個原因之一 就是親切的跟外國人聊天 但是日本呢這個國家是外國人很少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百分之九十九是日本本地的呀 如何找一個跟我願意聊天的那個夥伴 這個就是對我來說非常困擾的意思 比如說呢我在日本呢辦了一個國際交流的協會 自己主辦國際交流的協會 除此之外還有在網絡上找了很多 很多那個語言交換這個APP和平台 發了很多信息對很多的那個外國的用戶 可以問一下你大概發過幾個人嗎 你有你有記憶嗎 哦 いや もう数え切れないですよ 很多很多 一天發一百兩百啊什麼 發了很多很多自己 這個堅持堅持堅持下去 才能找到很多的很好的那個夥伴 很多人說我沒有語言環境 因為身邊沒有外國朋友呀 但是現在網絡那麼發達 還有很多在網絡上的朋友 網友 網友也是也算是一個外國朋友 外國人呀 可以聊天的外國人 所以只要有網絡的環境 就可以隨時隨地找到外國人 這個能力是我覺得很重要 再請問一下 因為很多人會說在學習語言的時候 常常單字記不起來 那你有這樣子的經驗嗎 或是你通常這樣子的時候都會怎麼做 這個筆記本裡面呢 不僅僅是單字 而且有力句 但這個力句呢 不是那個從其他的那個網絡啊 或者那個 單字文直接轉載的 而是我自己製造的 可自己有可能使用的句子 我自己寫出來 然後用這個句子來記憶 我覺得記憶是更容易 更愉快 更輕鬆 哦 就是現學現賣 學以致用這樣子 嗯 嗯 了解了解 那我也是覺得就是自己造句啊 就是 嗯 除了input之外 你的output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謝謝你的回答 那我想要在最後請問一下 學習語言對你來說是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嗯 嗯 語言學習對我來說並不是一個學習 當所 新的事情的同時 加深和開過自己的想法 一種很快樂的旅程 心就愛好 差不多 所以我有自由的時間 就自己主動愉快的學習語言 這個心理狀態是非常重要的 請大家好好想一想 語言學習的那個樂趣 哦 謝謝謝謝 今天非常謝謝Akyama-san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Akyama-san 那我覺得像他所說的 要保持熱誠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那像我自己的話 除了喜歡台灣之外 以前也有一些夢想 就是我想要當外交官 所以就很努力的學習中文 但是一些家庭因素的關係 就沒有實現這個夢想 但是我就想說 那沒關係 我可以換個別的方式 像這個YouTube啊 或者是 推廣台灣觀光啊 日本啊 之類的事情都自己做 然後還有一點他講到的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成就感 這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 我覺得input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還不太會講話的時候 逼自己用瀑布的中文去跟別人講話 這個一開始真的需要一些勇氣 如果說對於想要把外語學習到俘語境界的人來說的話 那真的可能所有的領域都要涉及 有些人呢 考取這個證照的話呢 那真的就是建議一直做題目 這樣子的話比較能夠掌握到考試的技巧 跟他要考的東西 那這邊再分享兩個我自己覺得很有用的 背單字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 運用這個人腦的原理 三明字記憶法 就是你睡前背單字 然後就看一看看一看 然後呢你睡完覺之後 隔天早上一起來 你第一個看的東西 就是你昨晚看的那些單字 那這個叫三明字記憶法 這個非常有用 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靠聽力 就是聽力也是一個非常可以輕鬆 讓你記住事情的一個學習方式 就是街上聽到的音樂啊 嚷嚷上口 你可以買外面的CD 或者是你自己唸都可以 你只要就是一直重複的放著 那你可以做其他事情也都沒關係 我們有出過 IKEA挑戰50個日文單字的影片 然後這個影片呢 就是我們攝影師沛然幫我剪輯的 這50個單字 因為他是剪輯我們影片的關係 他這個50個單字呢 現在過了兩年嗎 他都還記得喔 所以呢 天力真的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阿Kiyamaさん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一些 學習員的PayPal技巧也歡迎告訴我喔 或者是大家有什麼任何問題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們每天有用Facebook 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資訊也歡迎追蹤 也都跟影片內容不太一樣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萬一 Państ先看看 деле